講到人參保養品就要提到韓國的雪花秀 它們可是韓國藝人跟貴婦最愛的漢方保養首選 也是宋慧喬保持無靈的秘密 Hello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我的影片曾經介紹過日本 歐洲還有美國的化妝品集團 那我今天其實想跟大家介紹 韓國最大的美妝保養集團 那就是愛莫莉太平洋 那它裡面有一個最頂級的品牌 就是雪花秀 多年前我曾經去過它位在南韓首爾 就是一個巫山公園旁的一個旗艦概念店 那個旗艦概念店真的非常漂亮 總共大概有五層樓高 那我覺得最立我覺得印象深刻的 是它在一樓就是拉比進去的時候 它裡面的裝置藝術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大概用了三千多種中藥材 把它放在一個透明的那種小格子裡面 然後把它做成天花板 跟牆就是它整個裝置藝術都是用那種人參的草藥 大家都知道人參應該是可以氧氣補生治百病 其中雪花秀啊其實就是最早把人參放在保養品的一個品牌 它大概在1966年就推出了一個世界上第一品的ABC人參霜 另外呢他們也自己種植人參 就是他們在韓國有跟很多器座的農場去合作種植非常非常多的人參 像人參這麼好啊它其實啊是裡面的有一個人參皂肝這個成分 因為人參這個皂肝它可以就是幫助我們的肌膚修復啊抗發炎啊抗老 那可是你知道嗎如果我們吃進去的話我們吃人參 那因為這個人參啊它可以跟我們體內的一個消化酵素結合去產生一個活性的作用 那這是吃的會有用 可是如果我們要把人參擦在我們的皮膚上面 對不起我們的皮膚上面沒有任何的消化酵素可以幫你完成 所以呢一般擦的人參是沒有效的 那雪花秀啊他們就發明了一個生物轉化科技 就可以把這個人參就是利用水解酵素在肌膚上面發揮作用 這是他們最厲害的地方 那他們種植的人參啊其實也是比一般的人參的活性高出40% 所以雪花秀的人參可以算是人參之王 我現在啊就介紹雪花秀此生你一定要試試的三款人參的保養品 這瓶圓圍倒精露啊是在2018年上市的 它能夠針對肌膚不同的層面 給你很好的修復力跟一個抵抗力 那它可以算是那個非常好的一個強健肌膚底子的一個抗老精華 那這瓶啊其實是利用到整株人參發揮一個抗老的效果 那其實雪花秀的實驗室是這樣的 他們其實在種植人參的時候啊 不是說種植完一顆就把它的筋拿去做什麼 把根拿去做什麼 他們其實是針對不同的部位去做強化 比方說這一區我就專門著重於人參的根 那一區就專門著重於人參的筋 就是不同的部位做不同的強化 用這樣的方式栽種出來的人參 它的濃度其實是很高 甚至比食用級的人參 濃度跟安全性的效果都是最好的 它可是要使用到1000公斤的人參 高麗參才可以萃取出一公克的人參皂乾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珍貴 這一瓶圍島的精露啊其實擠出來啊 是有一種就是比較絲滑的 帶有點透明感的質地 其實它裡面啊其實是有一小顆一小顆的白色 它白色其實裡面就是一個人參紫油 再加上一個人參的精華 然後呢它再利用低溫的一個方式 它就可以自體形成一個一小顆一小顆的一個 金色的精華膠囊 所以我是覺得它擦起來其實非常的絲滑跟柔順 然後呢它的味道是 就是有一種人參葉跟人參花的一種草本清香 就是你不會想像成它好像是就是很有濃厚的那種中藥人參味 它是一種就是很清香的味道 那我自己擦完之後啊 我是覺得它其實很好塗抹 塗完之後啊皮膚就是有一種很滋養的感覺 好像我瞬間把就是得到很多人參養分的滋養 那像這邊啊就是我今年就是他們今年才剛剛推出 大概在三月份台灣也會引進的一個特別包裝版 它跟原來的這個圍島精露就長得蠻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一個限定版的包裝 我覺得也非常漂亮 其實在去年下半年的時候啊 很多品牌都推出了所謂的安平保養 那我其實之前有介紹安平保養 那我覺得雪花秀這個安平其實是我見過市面上就是比較特殊的一個安平 那它裡面的濃度啊也是所有雪花秀裡面濃度最高的 那這一瓶 呃 縮食安平啊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它其實肉眼看到其實是長這樣 可是它其實裡面啊是有特殊的雙管劑型 那什麼是雙管劑型呢就是它在上面啊 其實有放它一個人參果的一個成分 那人參果的成分其實比人參的活性還要更高 那在使用的時候啊你必須要先旋轉 就是一旋轉之後啊它的這個人參果就是呈現深紅色的人參果 它就會下來跟下面的這個人參的精華液做結合 你充分搖勻之後你就可以使用 那我想要提一下人參果 因為人參果是比較保養品界比較少見的成分 人參果啊其實有紅寶石之稱 它的活性比人參還要高 而且一顆人參果大概要種到三年它才會成熟 這麼一小瓶大概是可以使用三週的一個時間 那使用一滴管真的是要就是不要太小氣 因為既然是安平所以它濃度很高 所以效果也很好 所以一次使用一滴管 這個質地我覺得是非常清爽的 就是它很像水一樣 可是你塗在肌膚上 它其實是就是很快的就延展開來 然後讓你的肌膚會有一種就是很柔軟的效果 那它最重要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膚很累 就是現在看起來非常的疲累沒有生氣 它可以立刻的幫你修護 所以如果是那種想要做一些緊急的顧理 或者是就是季節的密集調理 這個縮時安平都可以發揮很好的效果 思音聲人參修護霜 那我現在要介紹就是他們最經典的這個人參霜 那其實這個人參霜就是我剛剛講到 他們1966年推出了ABC人參霜 那個就是這一瓶霜的前身 那這一瓶啊它其實是2016年升級版的人參霜 那我覺得現在的人參霜好像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因為以前人參的味道比較重 那現在升級版的人參霜啊 它就是加了人參花跟人參葉的成分 所以就變得味道比較清新一點 比較草本清新 那人參霜它其實有兩種質地 就是一個比較清爽版 一個比較豐潤版 那我以前是比較喜歡清爽版啦 那現在就是隨著年紀的增加 所以我比較喜歡它的滋潤版 它的滋潤版的效果其實擦在皮膚上就是 讓皮膚真的是瞬間很柔軟 那我覺得我真的很推薦就是 如果你想要入門雪花秀 你不知道要買什麼 這個人參霜你一定要買 因為它其實對抗就是初期的老化 像你的皮膚就是突然變得很乾燥 或者是有一些膚色很暗沉 甚至有一些小小的紋路 真的人參霜一罐霜 就可以幫你解決這些所有的老化現象了 那這個人參霜 其實它這個是正常 就是常態性的版本 那我手上的這個金色的這個人參霜 也是他們旗艦店的限定版包裝 潤造養膚精華 除了人參系列之外啊 我這邊想要加碼推薦的就是雪花秀 最厲害的潤造養膚精華 那它也是算是就是雪花秀 非常明星的產品 像最近這幾年很流行 推出一些保養的潛導精華液啊 潛導化妝水 其實在很多年前 大概在1997年的時候 雪花秀就已經提出了 就是潛導精華 潤造精華什麼時候使用呢 就是你在洗完臉之後 還沒有上化妝水就先使用 那這瓶潤造精華 目前據說全球每10秒就會賣一瓶 而且也是宋慧喬 它化妝台上面用量 消耗最快的一個品項 那雪花秀的這個潤造精華 它的質地非常的特別 擠出來啊 是一種就是 一種黃河色的凝膠的質地 所以它有點像水 又很像精華液 它就是像水一樣 一擦完就整個在皮膚上面化開來 然後散發出一種濃濃的那種 潮藥味 那其實潤造精華它裡面 是不含人參成分的喔 那它其實裡面有五大珍貴的成分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 像肌膚的精力湯一樣 可以幫助你加強修護肌 它可以瞬間讓你的皮膚達到保濕 然後很有光澤感 然後防禦力也會很好 那我有個同事 也是潤造精華的愛用者 他就跟我講說 它真的是 潤造精華是一瓶接著一瓶用 那用完之後啊 它會覺得它的皮膚比較細 然後比較滑 然後它的細紋就比較少 如果你是屬於保養比較簡化的人啊 你擦完這個潤造精華 再加精華液跟霜 其實就可以做完 可以就是可以去睡覺 皮膚都可以保持很年輕的狀態 潤造精華 因為是它們的明星產品 所以它每年也會推出一些 限定版的包裝 那我手上這一瓶 其實是它們今年旗艦版的限定包裝 那我自己也是潤造精華的愛用者 所以我這是我自己本人的收藏 這個是2020年的一個限定版的包裝 然後這一瓶是2021年 就是今年因為中國農曆年 它們推出來的這個大紅色的包裝 其實都是非常的漂亮 如果說你也是潤造精華的愛用者 就是也可以一起來蒐集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紹 選花秀的人森保養品 跟它的潤造精華 如果你還有對什麼品牌有興趣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